不简单,不简单,就在昨天,俄军方面,传来一个意义颇深的讯息。 1.据环球网报道,位于叙利亚的俄空军和梅米姆基地,日前突然遭到恐怖组织袭击。 据悉,恐怖组织方面,向俄军基地发射了17枚火箭,均被俄方拦截或撞地坠毁,并未对基地造成什么损伤。 而这场袭击的背景,则是叙利亚伊德利布省的恐怖组织,向政府军发起的大规模进攻,这次针对俄军基地的突袭,似乎只是整场进攻的一环。 这新闻本身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俄军在叙利亚战场耀武扬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双方结了点梁子。 大半夜哗啦两炮弹。 招呼招呼人家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不过,有趣就有趣在。 这事件背后的背景和动机。 2.众所周知 自美国宣布退出叙利亚战场以来, 俄旭联军可谓一路突飞猛进。 战果喜人。 就在本月初, 俄旭十余万联军,已将叛军逼入伊德利布死角。 眼看住叙利亚都要全境大解放。 阿萨德就要携手普京把歌唱。 怎么境内反动武装,突然就有了反攻联军的能力。 是垂死挣扎。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你我都很清楚。 这些所谓的反政府军,要是失去了背后大佬们的支援,那战斗力就是个弟弟。 几个小毛贼,弄几辆二手大吉普外加几把破枪。 就像硬钢手里有坦克有飞机的正规军纯属娱乐。 重待参与就行。 那难道是别什么因素? 或许,当中的故事,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三,中书另曾在前文提起过,眼下中东的所有乱局, 几乎都是围绕伊朗危机展开的。 而叙利亚问题,更是伊朗问题的重要一环。 叙利亚眼下有四大势力派系。 政府军派系的背后,自然是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在支援。 而反政府军派系的主要支持者,原本是美国。 和自特朗普战略收缩后,美国对其支援削弱。 一些欧洲国家连同以色列就挑起拉正面的大旗。 土耳其也在当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不过本文不涉及此处。 姑且不作息说,至于某众所周知的恐怖组织, 以其他背后的支持者,大家心里都有数。 而还有股相对特殊的势力是库尔德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对库尔德方面也颇为照顾。 但也十分提防。 库尔德一直谋求独立建国。 这自然是政府军方面无法容忍的。 可库尔德人同时也极其反对恐怖活动。 所以眼下政府军是在与库尔德人进行短期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活动。 至于这仗打完了该怎么办? 那可就不大好说了。 此外,支援政府军的伊拉克、伊朗, 还是支援反政府军的土耳其, 其实都对库尔德人颇为忌惮, 因为这些国家境内都有库尔德人。 一旦库尔德在中东独立建国, 必然引起这些族群的连锁反应。 所以眼下, 叙利亚格局就保持住这种微妙的制约与平衡。 而这场平衡, 却随着伊朗危机的加剧, 彻底打破。 四, 六月份是继合平潭叛将至, 可美俄双方依然就伊朗问题相持不下。 特朗普深知, 一旦伊朗局势稳固, 临近伊朗的叙利亚, 必然也极难保下, 而再度掌握伊朗和叙利亚的俄罗斯, 将重新获取进军巴尔干半岛的机会。 那之前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做出的巨大让步, 无疑复之东流。 此外, 随住叙利亚局势的明朗, 俄罗斯、叙利亚当局和土耳其三方, 都要开始思考更深刻的问题。 战争不是最重要的。 战争背后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 一旦叙利亚战争结束, 这三方应当如何安置境内的库尔德人? 俄罗斯是必须兼顾到土耳其的态度的。 毕竟眼下两方是重要合作伙伴, 那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就命运堪忧。 可在另一方面, 已经千疮百孔的叙利亚政府军, 是否在想发另一场内战? 所以, 在这个背景下, 看待这次袭击, 一切变得颇为暧昧。 眼下, 究竟是谁在支援叙利亚内部的反动武装? 不甘局面失控的沙特, 要为六月份谈判博得筹码的美国, 还是意图搅浑水的土耳其? 谁看起来都有可能动手, 但谁都似乎没有动手的理由。 好戏, 刚刚开场。